睽違十个月七大工业国组织G7峰会 即将在19号登场 由英国首相强生主持 峰会上将讨论推动全球中共疫苗公平分配 疫情后的各项复苏计划 及如何预防未来的流行病等 强生也说他将在峰会上 呼吁国际社会插清中共病毒的确切来源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周三在接受BBC采访时也表示 中国必须就疫情大流行 全面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以便让世界了解到谁应该负起责任 明天早上 拜登会在G7峰会参加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英法及德国外交部长 在周四举行线上会议 讨论了伊朗和其他急迫性议题 根据法国外交部的声明 四国外长也同意密切协调 因应中国构成的全球性挑战 并有必要在一系列议题上合作 同一天在美日印澳外长的四方安全对话中 重申对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共同愿景 并强烈反对 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也被认为暗指中共 新唐人也在电视唐杰安 整理报道